说起Sennheiser HD68系列 大家应该会直接将它和开放式耳筒滑上等号 但今次和大家试玩的HD620S 就反其道异痕,用了封闭式的设计 亦是他们这一刻封闭式耳筒的耳脑 但会开中名义保留到开放式耳筒开阳音场的听感 就连中高频的频率响应曲线 都会和HD68非常相近 究竟是否真的说得这么深? 立刻和大家试证它 大家好,我是Rick,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在正式开箱前提醒大家 如果想接收最新的影音资讯产品评测或教学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们feverSound.com的YouTube频道 追踪我们的IG和赞我们的Facebook 有最新的影音资讯会 SoSoLadware 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这一条影片 记得CLX留言和分享 因为这三部曲可以让这条影片推送给更多人看 谢谢大家 而且这条影片有CC字幕 想看不同的字幕,自己开启吧 今天和大家试玩 Sennheiser 最新推出的封闭头戴式耳筒HD620S 上年年底,我受邀到Sennheiser 在爱尔兰特朗摩尔的一间工厂 里面主力是生产很多不同Sennheiser 耳筒或耳机产品的单元和部分耳机产品 这次的HD620S 它的单元亦出自这间厂 想知道这间厂是如何? 看看这条影片便可以了 现在事不宜遲,我们谈谈HD620S 这一款是HD620S 是封闭式的头戴式耳筒 定位上是高音质的耳筒 以及可以做到reference listening 即是可以做到铐听的用途 但价钱并不太贵 单元是在爱尔兰生产 但整支手机在德国设计、中国生产 另外,它也提及了 可以给予你一个Immersive的音场表现 你也有写明的 就是爱尔兰他们的Telamora工厂 生产这个发声单元 耳机的配件上有一个绒袋 然后有一条2.5mm去3.5mm的耳机线 亦跟了3.5mm去6.35mm的转插 扭进去 接触面便会比起这样插进去 当然有说明书和安全指引 之后看到耳机的真身 一样有左右标示 接头在左边 耳垫可以很轻松地拆下来 然后扭进去便是 这单元在爱尔兰生产 耳筒用了斜面的设计 打上头后,可以更加迎合到不同人的耳型 有一件很喜欢的 就是耳筒的外质,这个材料也挺有型的 头带上亦有一个位置 加了墊 而且这个墊有一个粒位 应该可以加强透气 整个耳机的造工也很紮实 HT620S 採用的是Sennheiser 位于爱尔兰Teramora工厂生产的42mm动圈单元 有38mm Duo Fold 的震膜 由软圆边和150Hz 左矿的超轻量 铝制音圈组合而成 频率响应范围和联敏度分别为6Hz-30kHz 和110dB 而由于单元后方没有加入阻力物料的关系 令单元运作更加自由 而声音亦可以更加爽快、势力 而它的单元亦特别用了倾斜方式质方 并且会在后看体加入吸音棉 去改善音场定位之外 还可以减少封闭式看体的反射 而耳机外壳用了不瘦钢板 容易加强隔音效果 而它的耳箭亦特别加入了小孔和吸音棉 减少耳机前看体的声音反射 亦令它有类似开放式耳机声学特性的其中一个重点 现在跟大家分享我的事后感 首先,这耳机可以配合单端 亦可以配合平衡输出去做驱动 但我觉得它本身是一种对信源输出有一定要求的耳机 简单来说,配搭4.4mm或2.5mm的平衡输出来说 这耳机的发挥会更加好 如果你真的用单端的话 其实它对信源输出上都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在配搭上是需要留意 然后这耳机我先后就拿了它出去做了一些人房 当一个视频器用 亦拿来听歌 先说它当视频器用的时候的感受 其实它是一个很适合用来做人房的耳机 因为它本身人声是可以做得非常清晰和通透 而且它的隔音也做得很好 所以在做人房的时候 可以很集中听到受访者说什么 而且是真的非常清晰的 所以这耳机 如果你真的用来做事的话 这方面也是合乎不少人的要求 至于听歌方面 也因为它人声清晰和讨好的关系 所以我自己觉得很适合用来听 男女声也好 用来听歌声是很好 它不是特别摆到人声很前很突出 但出来真的有一份很通透 还有很有感染力的人声 这是我觉得它其中一个很讨好的地方 其二就是它因为单元脂肪和目标的声音取向的关系 所以其实它的音场的宽度和定位 都是真的做得十分好 但你说是否真的可以完全比美一款开放式呢? 我暂时觉得它仍然是 你知道它是一个封闭式的耳筒 但在封闭式耳筒来说 它的音场的宽度和开阳度 绝对是数一数二理想的一款耳筒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它的高音的通透感和亮丽度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水准的耳筒来说 所以作为一款中阶价钱的耳筒来说 它可以说绝对是一款面面俱鱼 而且我觉得比起以往Sennheiser的产品来说 更加有一个清晰的目标 以及有一个更加讨好市场的声音取向 所以喜欢戴耳筒的朋友 真的可以留意下这款HD620S 但是有没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 这方面其实是我在工作 即是用来做interview的时候 当视频器用的时候 留意到的地方 就是头带延伸这个位置 我自己觉得它如果能做得更松 就更好 就是耳筒完全没有教 广度的时候就拿出来 然后戴上头的时候 我一般的习惯都会用头去调整 即是这个头带的阔度 调整到刚好的时候就可以配戴 在这耳筒来说 我觉得它这个头带比较紧 所以需要用力才能调整到它的好的配戴感 其次就是因为它这个耳筒不能做摘叠 在现在的时代来说 你拿出去做事 如果可以摘叠了 然后再放在保护套上 就可以占据你拿出去使用的时候 那个位置会减少 这方面我自己也预估它 如果将来会再出一些后继型号 或者其他型号 可以做到摘叠式的设计就更好 而且它没有像现在的蓝牙的耳筒 有一个比较保护性强的变葵盒 如果想好好保护它的话 可能要找一些外来的方案 加强这耳筒的保护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它们之前推出的Momentum True Wireless 4 这一款True Wireless耳机 刚刚有5.1、5.4的Firmware更新 更新完之后 就正式支援AuraCast的功能 这个功能其实类似电台的广播 就是信员装置开了AuraCast之后 它可以用一个LC3的连线 可以连接到这个装置 这个是一个材料 可以对应多个接收器的功能 使用AuraCast的过程 首先要在信员装置上 转换AuraCast的功能 然后进入Sekhiser App的底部 加入AuraCast的选项 按下之后 搜寻Broadcast 你就会找到你刚刚开了AuraCast的信员装置 选择了这个装置之后 就会以LC3蓝牙 传输信员装置的音效 到这一对Momentum True Wireless 4 里接收 所以整个功能是非常简单的 亦真的有点像广播的功能 如果你已经拥有AuraCast的信员装置 不妨可以试试这个功能 好了,今次的Sekhiser HD 620s的评论 就底下讲到这里 喜欢你拍影片的朋友 给个赞订阅的频道 给个赞订阅的频道 去按订阅 然后按右边的小铃铛 我们有新影片就会通知大家 来到现在的时间 因为这6系的Sekhiser 产品 很简单问到大家 就是开放式的耳通 以及封闭式的耳通 你会怎样选择呢? 以及你对音场的阔度 究竟有多追求呢? 不妨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意见 我自己觉得 它的确在封闭式耳通 它是一个可以做到很开揚、很自然、很阔的音场 而中间的定位 亦可以做得十分理想的产品 但它对信员要求有差不多 所以在配搭上需要更加讲究 一个较大输出的DAP 又或是有外葵Econ 甚至是你坐桌的Econ产品 都是它一个好的配搭 今天大致上讲到这里 中间有你拍片的朋友记得CLS 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